為何小朋友這麼怕數學? 小朋友學數學時,特別是在學校 他未必知道數學和生活有什麼關係 就像學二加三一樣,他會知道等於五 但他不知道原來二加三可以代表 你要出入市場買兩件東西 一個兩元,一個三元,加上五元 在越高年級,學的數學是越難 家長對小朋友在小學時的要求是高一點的 為何只有70分,人家有90分,80分 會說一些比較性的說話 小朋友的心理其實很偏側 他不會知道很多事情都有過程,要成長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會比較強抗去數學 所謂數感就是學習數學時解難的能力 感覺或者思維 英文叫Number Sense 培養數感的方法,每一次你回答問題的真實 都嘗試想一想,可否有另一個角度去解決問題 例如計九十九成二,他可能真的用支筆去慢慢成出來 但有沒有想過可能是一百成二又減一些東西 這個做法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他會覺得有趣很多 另外就是說,可能另一個方法會令他計得快些 數感的培養一定要有基礎的心算 因為很多時候你用不同方法去approach這條問題 但你這個方法無論如何都需要一連串的計數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多都會受到數學概念 葉Sir,有沒有什麼生活例子? 可能媽媽煮飯,他要蒸魚,要九個字 問小朋友,現在是五點半 那究竟媽媽多久才蒸魚呢? 煮完飯了,我們要開桌了 所以叫他去嘗試放筷子 今晚依依過來吃飯 今晚媽媽不可以吃飯 可能試過一些加減數的概念 例如說小朋友想去超市去買食 媽媽這個時候就可以說 我給你30元,那你就可以嘗試買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小朋友就可以去組合自己想要的零食 我摘兩顆色仔,他們加起來 究竟是多少呢?或者乘乘多少呢? 這些變化的作品都很大 這些可能就適合一些初小 如果小朋友已經高小了,你會建議什麼遊戲呢? 我們就會在紙牌的遊戲 因為高小的話,他們認識的數字會大些 又或者可能他們加減成長的熟練度也會多些 所以這個遊戲就結合了一個策略 以及對於數字的理解 可能就每人都各自四張牌 大家都不會知道大家有什麼牌 我們要拿張最大的數出來 那可能今次小朋友拿了一張16 媽媽就拿了一張36出來 那36就會自然達到16 所以媽媽就可以拿了這兩張牌 那這個遊戲就繼續玩下去 直到有一方手牌都沒有了 那我們就會結算究竟誰手上最多手牌 玩法上也可以是乘以耳、取耳 多了算術的元素下去 同時就可以做到語言遊戲於數學 同時就可以做到語言遊戲於數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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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